阿姨,我們現在可以正式開始了 阿姨早安,我是剿匪學院 本來這一期又輪到我來向您提問 最近幾天,最令人震驚的國際大事 就是俄羅斯的瓦格納傭兵集團 突如其來發起的兵變逼宮 進軍的沿途彷彿無人設防 一度曾經直逼帝都莫斯科 起因則是因為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 要將瓦格納傭兵團 納入到俄羅斯國防部統一管轄 這個情節有點類似當年的楊國忠 跟安禄三兩個人的內鬥 瓦格納的頭子普利高金 這次挾持天子未遂之後 快速地接受了招安條件 並且同意轉進到白羅斯 隨後莫斯科又背棄承諾 聲稱對普利高金的刑事調查 正在繼續 其他參與叛亂的瓦格納士兵也難逃究責 您老人家在推特上說 背後的主謀以及想當新沙皇的 應該不是普利高金 而是背後正在醞釀準備要搶班奪敵的這些親王阿哥 想請您給我們會員觀眾詳細分析一下 當前俄羅斯的局勢情況 以及這起未遂的逼供會對俄烏戰局 以及對貴匪當局跟習近平產生什麼影響呢 這其實是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在列寧黨統治的國家走向腐敗資本主義過程當中 自發秩序和黨國殘餘之間的關係 這個問題是同時適用於俄羅斯、烏克蘭和中國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普京政權的接班人問題和奪敵鬥爭問題 因為瓦格納實際上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扮演了派系衝衝對的角色 第三個問題才是瓦格納本身 以及在體制邊緣逐步形成一個國際化的孤雲不敬鬥爭的展開過程 我們向著第一個問題開始 就是我們都知道正統的列寧黨是理論上是禁止市場經濟而實際上做不到 即使是在列寧主義統治最高峰時期 農民到黑市去賣個雞蛋都算是投機倒把罪 但是實際上最正統國家管制最嚴的國有企業 處於命脈狀態的國有企業 如果完全依靠國家計劃給它供應配件和物料的話 它的企業生產也是無法運轉的 所以企業老總身邊總會有那樣一個手裡面拿著福特加和劣質酒精 替企業老總到處去辦貨購買各種東西的江湖人替它辦事 這樣的江湖人集團在市場經濟開始展開以後 很容易構成新資本主義和寡頭集團的一部分 別的比如說烏克蘭的亞術人它的第一批金主來自阿赫美多夫集團 阿赫美多夫集團早期的那幾位領導人的背景 跟普列高金在俄羅斯的背景是一模一樣的 江湖人 什麼叫江湖人 就是按照共產黨國家的術語來講出身群眾 因為列寧黨的國家有種姓制度的特征 就是按照出身來劃分別人 當然幹部就相當於在列寧黨國家就相當於是兩榜正土 幹部子弟更正苗紅 這叫恐武類 群眾那就很糟糕了 儘管理論上講是共產黨是工農群眾的代表 但是實際上工農群眾在共產黨國家想要當官 比起在資本主義國家要困難得多 理論上講群眾應該乖乖的 上帝讓你當工人你就當工人 讓你當農民就當農民 讓你把父父簽到莫斯科 就算你中了大獎 讓你把父父簽到西伯利亞去 你活該 趕緊去跟著建設去吧 一般來說工人的後代繼續當工人 農民的後代繼續當農民 你也別想做官 那麼工人、農民的待遇 國家給你配置好了 肯定比幹部代表差 按照級別 技術功能要高一些 啪啪啪啪啪 農民是最低的 你們乖乖地吃著你們的黑麵包 老老實實幹活 不要想著花財 什麼叫做人人都可以發大財 這是萬惡的美國夢 是美國資本家用來欺騙勞動人民 維持其支統治穩定性的一個陰謀 我們蘇聯人民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 在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之下 每個人都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絕對不會考慮這些事情 如果考慮了這些事情 郑維要來教育教育你 親愛的 你是不是接受了西方虎朽思想的虎實呢 我們社會主義的好青年 要做黨的一個螺絲釘 黨讓你去哪裏就是哪裏 黨把螺絲釘安插在哪裏就是安插在哪裏 反動分子們就用諷刺的方式 比如說在國產林林奇之中描繪說是 把這種高尚的社會主義秦朝醜化為 將軍對林林奇說的話 林林奇可憐巴巴說 我還以為國家已經把我忘記了 我已經賣了這麼多點豬肉了 將軍說怎麼會呢 對於我們國家來說 就算是一張插屁股的手指有它的用處 我們怎麼會忘記你呢 林林奇頓時喜悅起來 想到他畢竟還是一個可以插屁股的手指 於是就恢復了活力 當然在這種情況下 像普特哥金和阿赫蒙多夫這種人 當然就是法定群眾 應該是世代去過來幹活的 你不應該想辦法發財 社會主義國家人人都不應該想辦法發財 幹部也不應該發財 國家已經給你配給了 群眾當然更不該發財 應該一心只想建設社會主義 但是實際上大家都會有點想發財對不對 而且群眾往往因為它更窮一些 更不高興吃配給的黑麵包 想要找點發財的門路 做點小生意之類的 但是這樣國家就要割你的資本主義尾巴了 投機倒把罪 壞分子 巴拉巴拉巴拉 所以早期市場經濟先鋒 往往是有案底的 這案底並不一定表明著 它挺主義的特別壞 不能按照美國的方式來理解這個案底 就是說在改革開放的早期 你到黑市去買雞蛋 盜賣雞蛋的話 就算投機倒把罪 可以給你判五年徒刑的 打架兜罪 黑色廢罪這些罪名也是免不了的 道理很簡單 你去盜賣黑市雞蛋賺的幾個錢 或者是賣傻子瓜賺的幾個錢 黨允許你這麽賺嗎 沒有吧對不對 你這是搞自發資本主義復辟 既然你的錢沒有合法的保證 有人偷了你搶了你 你敢去公安局報案嗎 不 公安局首先要抓你 送上門那一個投機倒把犯 不抓你白不抓 所以肯定有人偷你搶你 那你得靠自己保護自己了 就像我們敬愛的黃朝和張世成 爲什麽手下有武裝啊 因爲他們是失業販子 別的商人被人搶了的時候 他可以要官兵去捉賊 黃朝張世成賣失業讓別人搶了的時候 你壓自己活該 你去找官兵捉人 官兵先捉了你 所以你要么你就別做生意了 或者是只能零零星星地做一點 像可憐巴巴的屏下中農一樣 偶爾偷偷賣兩個雞蛋賺點錢 被抓住了你自認倒霉 想想把生意做大的話 那你是日常做生意 天天做生意 你肯定天天挨搶 所以你必須有武力 你手下又要有幫人能打的小弟 而且能打的小弟在公安局看來 你壓不是黑社會 黑社會這幾個在該怎麽解釋 OK 如果你跟本公安局的領導和市委書記有良好的關係 幫助市委書記倒賣了很多酒精 或者是警匆物資的話 OK 我們放你嘛 如果本市市委書記跟你不合 或者是以前跟你合作的那個市委書記或者市長 咔嚓一下被撤職了 你壓著用打黑的數據來講 這叫做保護傘 保護傘沒有了 就像江湖傳說中間秦琼秦琼宝對他友好的縣長被徐陽帝撤職 不友好的縣長來要追究他跟陳曉津江湖人私奉的責任 那他就只有上涼山上瓦乾燥了 所以做生意的人 做非社地帶做生意 為國家社會和人民不可缺少的這波生意的人 是隨時都可能進監獄的 而且隨時隨時都需要自己建立黑社會或者得到黑社會的保護 這對於他們那是一個日常需要 這一點對於美國生意的人是不存在的 你隨時都可以自己賣雞蛋對不對 至少很大一部分的生意 你自己想做就做想不做就不做 所以 因為這一類的罪名進了監獄的人 其實最初他們的品質跟普普通通的小生意人是差不多的 當然做大了以後江湖歷練 他們必然也要了解一些地方官場的得失利弊 懂得我們那些出身不正出身群眾的可憐人想要發點財的話 不給某些官場的派系進貢買到保護人是不行的 不組織自己的江湖兄弟也是不行的 但是他們具有自發自趣的能和性質 能夠在這樣的滾動當中一路做大的人 他們都有一些開國皇帝的素質 有知人知名 我知道通過短期的考驗我就能明白 哪些人是光說大話有事的時候靠不住的 哪些人是比較忠義的 真的能為我大哥拼命的 或者是我大哥有事的時候不會背叛我的 哪些人靠不住 哪些人靠不住 有了一些知人知名 有了一些組織管理的經驗 有了一些軍事素質 這就是為什麼在專制國家 比如說改喬換代的時候 江湖人比體制內知識分子處於更有利的地位 體制內知識分子是沒有知人知名的 沒有管理能力的 沒有軍事經驗的 然後在九十年代 國有企業大規模私有化 市場經濟全面轉型的過程當中 他們就是比較有經驗經營市場經濟的人 其他的一般的工人和農民都被共產黨管傻了 乖乖 除了國家批發給你的黑麵包以外 你想要買什麼東西都是資本主義尾巴 三天兩頭政委就要審查你的資本主義 有沒有資產階級思想腐蝕 大家都被嚇都嚇傻了 現在准許你搞市場經濟的 他們也不會做生意 於是這一批會做生意的人陡然發大財 當然他們的黑社會經驗也陡然放大了 亞蘇雲這樣的組織就自然產生出來了 亞蘇雲和瓦格那幾場 在頓巴士戰爭中是敵對雙方 但是他們的階級出身和行為模式高度相似 他們都是在我剛才描繪的 這個列寧黨體制和市場經濟的邊緣地帶成長起來的群眾組織 出身於群眾組織的準軍事法系團 用比較嚴謹的語言來講應該就是這樣描繪 群眾這跟幹部是不一樣的 同時在市場經濟的過程中 另外有一批進水樓台的人就是前共產黨的幹部 幹部子弟 像成員家族這種人 他們就是黨國元老的後代 然後主持下國開行 現在就是有紅色資本家對不對 類似的紅色資本家多的是 任志祥也是紅色資本家 靠著就是黨國幹部的餘音 像蘇聯到俄羅斯 我舉一個典型人物伊萬諾夫 伊萬諾夫他老人叫做誰 他老爹老伊萬諾夫 前任國防部長 前任聯邦安全局局長 典型的就是一個虛洛維基 虛洛維基什麼 強力集團 克格勃 軍隊公安警察之類的 以克格勃為核心 這叫做強力集團 普京就是強力集團人 伊萬諾夫是普京強力集團的核心人物 主持過國家情報體系 主持過國防部 權勢勳天 他的兒子伊萬諾夫 他在幹什麼 他在賣鑽石 他開了一個鑽石公司 在俄羅斯西伯利亞遠東開設鑽石 又跑到安哥拉和其他地方去開設鑽石 他還到中國來賣過鑽石 他是憑什麼 當然是憑群戴關係了 就是所謂的紅二代企業家對不對 他也搞市場經濟 但是他搞的市場經濟跟普雷高基和阿克摩托夫搞的那種江戶市場經濟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像西方國家習慣那種法治市場經濟 在俄羅斯、中國是基本不存在的 只有兩種市場經濟 第一就是裙帶資本主義 由党國幹部、空降馬來的幹部、紅色企業家 第二種是江戶資本主義 就是像劉漢這種人、像瓦格納這種人 在中國這兩個人代表什麼呢? 就是任志強和劉漢 劉漢這樣的人就相當於是瓦格納 孫大武可能也是 我沒有強行了解過孫大武的背景 但反正這樣的人是很多的 同樣像任志強這樣的 紅色企業家也是很多的 這兩種人就代表了列寧黨和自發自喜 在新時代的繼承人 但是自發自喜的規定還是會發揮作用 就是真正在天下動亂的時候 真正能打的就是瓦格納這種人 就是亞蘇雲這種人 也就是劉漢這種人 他手下的打手能夠打的 因為他們是自己成長起來的 而不是靠裙戴關係網的 靠裙戴關係網的那種人 在天下大人的時候大黑人沒有能力 因為在平時你就可以看到他們的作為了 像同樣其實瓦格納也是會賣鑽石的 瓦格納做的生意非常之多 也包括在非洲賣鑽石 他在中東 因為中東有很多石油大亨之類的王子之類的東西想買食物品 瓦格納在中東是有專門的代理商 把非洲鑽石賣到中東 從中賺了很多錢 而有俄羅斯國家背景的 伊萬洛夫他們家的鑽石公司也到非洲去開展 他們到津巴布韦去 到納米比亞去 到安哥拉去到處去準備簽合同 他們的活動有很多 跟國開行中石油這些企業 在非洲的活動是重疊的 行為模式也一樣 官辦企業 其特點我們不用解釋 就是成本極高 動作極慢 國家政策支持 所有人都不景不亂的 十幾年下去了 一顆鑽石都沒有開採出來 但是國家花了錢 國家給的優惠貸款已經花花花的流進去 所有人都賺了很多 所以也不急著辦事了 第二就是 繼承了列印黨國時期 幹群關係緊張 幹部犧牲群眾 依靠無視群眾安全和群眾利益方式進行生產 比如說 伊萬洛夫他們的公司在西伯利亞遠東地區 生產鑽石就是接連出世 像中國的煤礦一樣 主要原因就是設備老化以及監督生產的幹部自己脫離生產 對工人的死活 自若妄文 不肯在改善設備方面用心 所以 工作資料和生產的資料很差 而瓦格納就像一個私人企業家 他搞出來的東西就像劉漢捐那些建築物一樣 著名的傳染就是文川大地震的時候 所有的小學都塌了 只有劉漢捐的小學沒有塌 因為他跟四川很多江湖企業家 江湖人企業家一樣 跟建材生意、殺死生意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我們都知道改革開放這幾十年來 有一個重大的經濟增長來源叫做什麼 基建、大基建 修房子、修房子、修房子、修路、修路、修路 所以殺死、建材之類的開銷是極大的 比如說內疆之中很多黑幫 我不知道有沒有三分之一 是從建材相關企業起家的 你到哪裡去開殺死? 殺死場哪裡搞什麼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需要打架的解決東西 在打架的過程中 雍現出一批善於團結手下的小弟 同時也心狠手辣善於做掉一些對方人員 動不動就要打群架或者殺人滅口這幫人 如果運氣差的話就被當成黑社會打掉了 運氣好的話就變成人民代表、政協委員 噹噹噹噹噹地做回黨代新時代的合作對象了嗎? 劉瀚大概就是諸如此類的人 他對建材生意不會是完全外行的 新時代企業家沒有幾個跟建材生意完全沒有關係的 他知道怎樣建築好房子 但是官方建立的 因為房地產開發是地方政府一個重大的財源 孫廣信他跟任正强一樣是富元金人 黨新人的人搞出來的官方企業家 那就像那些伊安多夫這種事 他建造的房子 我好像曾經在推上說過就是那種 三樓以上隨時會爆炸 我親眼見過他爆炸那種房子 十幾年就變成微房子的房子 我敢說這樣的房子搬到文川去肯定低批他 但是劉瀚為他自己人搞的房子就是很靠得住的 就是兩種秩序的差別 我相信瓦格納如果接管遠東的鑽石礦的話 那些鑽石礦不會出那種事情 而瓦格納在南非自己就經營一些鑽石礦 他懂得按照市場經濟的方式 毫不猶豫地僱用南非或者西方的專家 按照西方的技術標準來生產 賺錢又多社會又好 而像伊萬多夫他們搞的那些繼承蘇聯傳統的 寫的就是設備又爛人員要差 省了小錢虧了大本 但是他們不在乎 因為他們主要賺錢的來源不在於企業經營 而在於普京繼承的這個國家機器 源源不斷給他們優費貸款 而瓦格納自己經營像劉瀚他們那樣 他是經不起虧本的 而他也不像是像幹部出生人那樣受到體制的青睞 江湖人嘛 而且有暗底的江湖人 你這種人按照官僚機構的規定 你是不可能升官的 可以像牛爺爺一樣 利用你幹些髒話 如果你幹得不合適的話 可以咔嚓送你一監獄的 你隨時都要知道上帝是利用你 但是實際把你當下者人來對待的 所以他們的行為模式差得很遠 哪怕是做同一行生意 當然假如有朝一日俄羅斯帝國資源不足 現在這方面的情況已經潛出來了 所謂的新俄羅斯人 普京的孩子們 小普利馬科夫 小伊萬諾夫 諸如此類的人 搞出來的宏貴企業家 都拿不著資源 那麼他就像是 辛亥革命時期的巴西子弟一下 完全沒有能力的 但是像瓦格拉這種人 他現成就是個軍閥苗子 而且他不是唯一的軍閥苗 像他這樣的 具有軍閥和黑社會性質的企業家 遍布俄羅斯和烏克蘭 其實中國也是遍地都是 只不過歸雲比較小 像孫大武他們那種人 他的企業員工之多 相當於這個小城市 他手下 沒有一幫資安隊這樣的打手 是不可想象的 這是比較輕微的 比較嚴重的就是那種 會把舉報人 埋在操場底下的滅尼口的那種人 那種人也是中國當代企業家主流 他這種模式也可以延伸到海外 用黑幫在緬甸 在柬埔寨 在老俄或者是東非什麼地方 拘去一些毆打工人 用這種方式在工當中維持紀律 諸如此類 這些毆打工人的 非常業餘的 只會用棍棒毆打農民工的治安隊員 他們就是瓦格拉諸如此類 或者是亞蘇營諸如此類的軍閥的萌芽 如果有貴人看中了他們 或者他們特別有機緣 特別有才能 他們就會成長成為未來的軍閥 但是像伊萬洛夫這種人 他就是如果沒有普京給他貸款 他是什麼也玩不賺的 只能坐視山空 第二問題就是普京政權對未來的預期 普京政權是兩個核心集團和其他一些地方利益集團拼湊起來 兩個核心集團第一個是聖北德堡集團 第二個是希羅維基集團 普京依靠這兩個集團穩定好了江山以後 統治了二十年以後 年齡已老 最後一次修改憲法 鋪平了他在2024年競選連任 但這時他已經是奔期的人了 接班人問題非考虑不可了 所以這就涉及一個人事布局的問題 準備奪敵的接班人團體至少有十幾個 但是從他的人事布局來講 我們運用克里姆林工學的知識開一開腦洞 那麼他的布局大概就是這個樣子的 2024年當總統的將仍然是普京本人 但是他在這個時候將會像是 葉立欽在他的最後一位任期培植繼承人一樣 逐步的明確接班人問題 烏克蘭戰爭的規劃也與此有關 因為普京是生活在自己的特殊世界中的 他的邏輯是普京是帝國的復興者 車臣戰爭是帝國復興的第一步 他憑借車臣戰爭繼承了葉立欽 暴力士沙皇葉立欽的寶座 凌去秋波要打一場烏克蘭戰爭 車臣戰爭是俄羅斯聯邦以內的 如果搞不定車臣的話 那麼不僅蘇聯要解體 俄羅斯聯邦也要解體 車臣獨立以後 正如他手下的自由派總理 好像我已經忘記了是哪一個自由派總理 有可能是基利嚴苛 可能就是基利嚴苛吧 這個我現在已經不能確定了 需要查證一下 即將說的 車臣如果獨立了 下個就是達基斯坦 達基斯坦的 北高價所的石油不會為俄羅斯所有 那麼下一步達達會會獨立 蘇聯解體以後 按照葉立欽時代留下來的趨勢的話 俄羅斯聯邦也會變成諸羅斯 普京上台第一刀砍到了車臣 好歹保住了俄羅斯聯邦 現在下一步恢復蘇聯帝國 普京臨走之後立下爵士武功 消滅了烏克蘭 把烏克蘭收回來 他已經收回了格魯吉亞了對不對 再把烏克蘭也收回來 中亞各國忘封了井崇 蘇聯帝國 就羅曼洛夫俄羅斯帝國的版圖 大部分為蘇聯所收復 第一步收穩住俄羅斯聯邦 最後一步收復蘇聯版圖 這是普京年齡一老 可以功成身退 作為歷史上最偉大的沙皇 帳擺穿了冬之日 碗狂難於祭島 在蘇聯倒台已經解體 俄羅斯行將解體的關鍵時刻 逆轉了潮流 穩定了俄羅斯 重建了大俄羅斯帝國 烏克蘭戰爭勝利以後 普京就可以滿載榮譽 在世界都沒有人能夠反對他了 照他的預算就是 西方國家已經變成軟弱了 已經失去了動力 他們會像是 普京以前已經弱了實驗 動了格魯吉亞 西方國家不是也沒動嗎 我想這一次動一動烏克蘭 大概也是這樣 等到事實證明 西方不會管你 烏克蘭從歸版圖以後 在人民的翻覆聲中 普京在全民的擁護中 當選為2024年總統 然後從容不迫地處理接班人問題 這時哪一個阿哥敢跟他說不對 皇上聖文神武功德微微 像梁齒超對顏世凱一樣 總統你需要先打一場聖仗 比如說收復外蒙古式 打了聖仗回來以後 你就可以坐著拿破崙了 拿破崙也是打了聖仗以後 才能夠由執政而升格為皇帝的 如果你打不了聖仗的話 想要做皇帝 我看你前途十分危險 普京當然也懂得這個問題 懂得這一點的 解決了烏克蘭問題 天眾英明的殺防 縮一不二 解決巨城的問題也很分離 但是他的認知世界出了很大問題 顯然是給他負責提供情報的各機關騙了他 他弄成現在這個樣子 比不打烏克蘭還要難受 這就是說明他殺防已經被大家蒙蔽了 結果所有的情況安排 包括接班人問題的安排也都陷入被動 本來如果不打烏克蘭或者打贏了烏克蘭 大家都會乖乖的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乖乖的聽殺防陛下下聖旨的 這樣一來老殺防眼看了就不行了 大家也開始懷疑 是不是老殺防已經糊塗了 當年打车城的時候他還是個年富力強的人 現在是不是唐明皇當年平定五尾之亂的時候 也是像當年的唐太宗玄武門之變一樣 正在英年年富力強可以聽之待兵 現在可能已經不行了 安盧山起兵的時候可能已經老糊塗了吧 現在普京是不是已經老糊塗了 我們可以自己想辦法了 於是奪地鬥爭立刻就白了 這些事情都是連接在一起的 照烏克蘭戰爭暴壞前 普京的一系列布局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A 杯酒是兵权 普京起家強力集團 依靠希洛維基 但是他也懷疑希洛維基 就像是明太祖或者是唐太宗所說的 我在我能夠鎮壓這些開國軍閥 我死了以後 你們這些深於深宮之中 長於富人之手的太子們 你們只怕是鎮不住他 唐太宗比較仁慈 當然他跟其他官種貴族的關係 還不能做到絕對統治 所以他對唐高中說 我給你玩一個苦肉計 戲弄一下軍閥的領袖李斯基 連夜把他貶官十八級 命令他新夜出京去任官 這就是一個考驗他的機會 如果他有任何不滿的表現的話 趁著我還活著我要殺掉他 就像是聖經當中 達偉王對所羅門說 約雅為我立下大功 平靜了壓下龍之亂 但是我死以後 你當國王以後 最該防範就是他 要不就把他幹掉 這是自古以來帝王新述 李斯基非常聰明 他一點馬腳都沒有露出來 讓唐太宗沒有借口幹掉他 然後他回來以後 就幫助吳澤天顛覆了唐家的社稷 朱元璋呢 我們都知道他幹了什麼 殺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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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下的將領不像是唐太宗的將領 出身官农 鮮卑貴族 而是江湖出身 殺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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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 他就開始說 這裡有一個長滿經濟的數字 我把這些經濟砍殺了你才好當首將 普京也是這麼做的 聯邦安全局局長 今天才剛剛召開聯邦安全會議的那位 他的兒子 当了一个大企业老总 帕特卢瑟夫 国家安全会议的秘书 克格伯的当年代理人 他的儿子去当农业部长 这个跟中国的红尔代处形差不多 这就是卑利斯冰田 你手里面有只枪杆子 好像是伯利特夫斯基 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 但是无论如何 你手里面有枪杆子 我先给你一个大礼包 像宋太祖一样 我是杀不了你们的 因为我也持广州传推出出来的 但是我可以送你们一个红包 让你们的儿子不要只成父业 你们儿子去当企业老总 发一笔大财 什么也不会 什么也不动 但是可以发一笔大财 但是你们远离了刀把子 不会再给我的法定继承人 我预定的大哥造成麻烦了 而你老人家年龄也老了 也是七到八十人了 我退休的时候 我带着你们一起退休 普家 博家 帕家 三家 主管南帮安全废计三家 预定将在2024年开始这个新任期队 随着普京本人一起退居二线 你们的指定我就已经安全好 但是这是一方面的安排 我作为一个老杀房 我要放在两方面的危险 第一是 我手下老臣 不服我亲定的接班人 把他搞掉了 第二就是 我亲定的接班人像杨广一样 等上传以后忘恩负义 不像我对业绩厅一样忠心耕耕 反过来把我搞掉了 让我的退休生活很难堪 这怎么办 两方面都要放 第一方面 杯酒是兵权 防的是强力集团的老军阀 不要在我下台以后 给我给我的继承人作对 替我的继承人举行道路 但是另一方面 我也要在我的继承人身边 步上一个稳定的接班人班子 一方面是为了帝国 保证平稳过渡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 我的继承人 不会像赵紫阳一样 反过来对付我 所以这方面也要下几步棋 第一步棋就是激励严苛 叶立新最后一位自由派总理 调任相当于 斯大林书记处的总统办公厅 主持干部工作 未来的自由派 新俄罗斯百人干部 诸如此类的 他对了 他就像蒋经国时代宋楚玉一样 专门为国民党挑选新生代 跟我年龄相同的老人 跟我一起退 新生代的年轻干部 给我提拔起来 尤其要重点提拔 像加尼登格勒州长那种 苏联解体时才出身的新俄罗斯人 这就像是宋楚玉一时代的干部政策 崔台青 要提拔台湾本土出身 年轻的干部 确保国民党的台湾统治 能够长期延续 经理严苛的干部政策也是 避免像普京政权本身那样 多用习罗维基 有苏联特征的旧人 而是要重点提拔 苏联解体以后才出身的 思想意识倾向于自由主义 经济政策倾向于自由主义的 能够当好改革开放干部的 缺乏强力一团背景 而是擅长当技术官僚这种人 大幅都提拔这种人 这些人的总后才就是经理严苛 经理严苛在普京政权中的地位 现在是相当于斯大林在列宁时期 看上去不是特别起眼 但是大多次干部出自他门下 这一眼就很要命 其他人再厉害的话 只要干部出自他门下 他至少是有回忽就嫌的 但是按照普京的安排 就像列宁从来没有打上斯大林接班一样 尽管经理严苛被很多媒体 和克里姆林公专家 看成是第四位或者第几位居审人 但是照我的看法就是 普京安排他的用处是什么 就像是封城秀吉安排德川家康一样 辅政五大臣 你们永远没想当一把手 但是在我死以后 你们要作为集体二把手 负责保护政权平稳过渡 负责辅佐年幼的封城秀赖政权 这个计划虽然没有时间 但是普京的地方应该差不多 基里的严苛就是辅政五大臣 负责维持前朝后朝的延续性 负责防范新任继承的望恩父役 对老沙皇下手 也负责以他丰富的政治经验 和广大的干部人士的网络 保证经验不足的新沙皇 能够治国平人 给你的报酬是你永远当二把手 像封城秀吉安排德川家康一样 但是永远忠诚不要当一把手 这也是普京政权结拜的一个特点 他按照阶级出身是属于苏联干部集团 要维持这任干部集团的阶级利益 但是就像是习近平所讲的维持共产党统治 维持共产党的江山 并不代表执行共产主义政策 而是代表依靠共产党夺取政权 这个特殊利益集团 不会因为政权更迭而下台 能够永保江山 至于实现的政策是资本主义 还是实现什么主义 那根本不关锦要 事实上普京显然认为 自由派 经济上的自由主义 和政治上的俄罗斯帝国主义 相接合才是最好的 像加林顿州长这人是什么 他们家是苏夫米人 就是在谢瓦德尔德 他们掀起的格鲁吉亚和阿布哈赤的战争当中 当了难民逃回莫斯科的 所以他对大俄罗斯帝国是有深刻认同的 但是他是西方经济学培养出来的人 是坚决主张市场经济的 普京要用就是这种的 青年干部要热爱大俄罗斯帝国 但是同时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富国强兵 不走共产主义的道路 让大家都和习北风 其实习近平的政策也是这样 后改革开放时期 中国和苏联 受反应的影响走不出这条路 政治上不是维护共产主义 而是维护帝国主义 维护大俄罗斯帝国和大中华帝国 经济上要走市场经济 让大家发财 特别是让干部发财 这就指普京对未来做出的安排 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帝国和资本主义是矛盾的 西方荷兰英国的资本主义 都是哈布斯堡帝国解体 拿破仑帝国失败的结果 如果帝国在西方胜利的话 也就没有资本主义了 解体产生了资本主义 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导致了进一步的解体 解体的浪潮向东方传递 哈布斯堡帝国本身 德意志 奥地利 俄罗斯 土耳其 西班牙各帝国 一个阶段是解体 他以为像中国和苏联 现在的很多体制的自由主义者 普遍认为那样 就是帝国维持政治稳定 任用一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专家 主持改革开放事务 就能够把帝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 自由主义使人民富裕 国家财政充裕 加强的国力 加强的国力反过来又在支持 俄罗斯帝国主义和中国帝国主义的事业 现在的俄罗斯和现在的中国之间就是这种政策 它的矛盾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了 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 但是在目前俄罗斯和中国的主义 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说法 所以相应的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 第二就是最要命的军队安全系统这一方面 克拉斯洛夫接任柴克的总检察长 谢多夫接任联邦安全局 就是克格伯厚生的国际反护事务 克拉斯洛夫接任反护事务 这是新山巨头 取代帕特鲁瑟夫时期的旧巨头 他们负责控制检察院国家安全系统 为新政府保驾护航 他们是技术官僚出身 是有经验的办事人员 就相当于是王小洪在中国 但是论资历并非论出身 论出身并非是洪贵洪外山寨的嫡系 论资历不具备有当大阿克的资格 他们负责接管强力部门 保驾护航 这是继基里安科组织干部队伍以外 他组织安全队伍的山巨头 我大致解释一下 采克本人是普京利用反腐来打击异己 包括他的合作伙伴经常在总统接班营养中名列第一 但是照我的分析 不大可能被普京本人清定为接班人员 曾经担任过总统的梅德维杰夫 梅德维杰夫身处威夷之地 所以他经常喝多了酒发疯 说我们要和平英国之类的话 你以为他真的神经有病 还是喝醉了酒啊 他是给普京表忠心的 你看我跟你是一致的 帝国主义一心想挑拨离间 把我捧出来当代沙皇 让你下去 让我跟西方割定卖国签订条约 有好多卖国人性都这么想的 但是我不会这么想 我跟普京总统永远保持一致 这就是袁寒云因 为什么要用防疤指引的原因 本来袁寒云因是袁世凯的儿子 但是他跟袁克定不一样 他是私人 对权力兴趣不大 所以不大瞧着其他 他大哥极力想怂恿他爸爸去当皇帝的野心 还要写诗嘲讽他们 消息传出以后 北京政权就要谣谈说 袁世凯连自己家庭都搞不定 袁克定就很想做到这个弟弟 袁世凯为了保护他 就要造了一个防疤指引发给他 这就是考验你 你如果支持我的话 你就用这个印 你就是防疤指了 如果你真的反对帝制的话 你就会像林渊宏那样 袁世凯封李渊宏做亲王 李渊宏派秘书去挡架 老子不做你的亲王 老子是武昌旗赵造共和的英雄 我宁可退隐山林也不做你的亲王 如果袁汉云像李渊宏一样退回这个印度的话 那就坐死了你是反对帝制的 袁汉云不敢 李渊宏毕竟是个老军阀 虽然已经调护离山部下旧部还很多 袁世凯还不敢杀他 一个诗人要搞你太容易了 所以他赶紧就把防疤指引拿出来用 写了一些诗和画 画了一些画以后 把这个防疤指引盖在上面 间谍把这些诗和画拿回给袁世凯看 袁世凯就可以对袁世凯说 你看 你弟弟还是拥护弟子 对不对 梅德维·杰夫发疯说要和平英国 就像是袁汉云用防疤指引一样 就是说 不要误会 那些都是谣言 我是拥护皇上的 我拥护袁世凯当皇帝 我也拥护普林 哪不敢杀人 普林对他监视这么紧密 就是没有打算拿去接班的意思 柴克当总领下的当地 有一个重要功夫 就是以反腐为名打击政敌 尤其是剪除梅德维·杰夫 走遍的亲自近脉 这个故事讲起来就非常长 所以我把全部虐掉 然后克拉斯洛夫上来 是收拾财可造成的残局的 他的特点就是 只抓人不起诉或者不定罪 别人以为这样的人 怎么当总团上 比如说像上次 聂姆佐夫遇刺的案件 聂姆佐夫是比较亲隐 西方的前副总理和自由派代表人 他死了跟普京身边的政治 有没有关系是很难说的事情 西方国家非常怀疑 然后他抓了几个人 到起诉时就放掉了 这是他做事的一贯原因 做法 财克是真抓人真判刑的 他是抓了人就放了人 这是什么意思 财克以猛为能 打掉了很多不诡分子 包括著名的尤科士集团 叶地青时代得到了国家持有这场尤科士集团 霍尔多夫士集团都知道的 被迫刘网海外 这是财克的最大政绩 但他除了名打霍尔多斯集团外 还暗打梅德维杰夫手边的很多人 然后最后打到最后 他得罪人太多了 像周星来进城一样 不能留在原来的位置 普京就让他吓了 克拉斯洛夫上台 除了我刚才说的特点 他下一个特点就是 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吓唬你一下 等你投降就算数 他代表老皇上 就是普京本人的意见 我可不是要做斯大宁的 你们做太过坏的时候 我们制裁一下 等到你乖乖听话了 我会放你一马的 你们放心 等我解决了俄罗斯帝国 所有困难问题以后 你们将来做太平天子 太平宰相 只要你们知序听我的话 有你们的太平宰相 太平圣司 所以这是卡斯洛夫 谢多夫是负责国际事务的反恐事务 他跟瓦格纳的活动就有一定的交接 尤其在中东和非洲 克罗辽夫也是主持反恐事务 但是他就不是在检察院 而是在联邦安全局 他是克拉斯洛夫最好的搭档 两者之间默契很多 他们的三巨头控制安全系统 也是为未来的新政府 接班人政府保驾护航的 第三个班底就是经济部 当年盖达政府亚新留下来的那个班底 包括现在的中央银行行长那笔乌林的 他们夫妇都是亚新的学生 经济部是体制对自由派的铁打相差 要发展市场经济 要让人民满意 主要是让超市里面有足够的货物 让大家放心 人民害怕回到苏联时代那种匮乏状态 对政权稳定的主要标准就是看 超市里面货物充足部分中的驻住 这个自由派的班底控制着经济部和金融界 经济安全人是三方面的布局已定 普京可以带着他的老战友 放心地退休了 2024年以后这件任期就是替接班人做铺垫的 众多接班人当中 照我的分析就是 肯定性最大的就是两位 从总统普京本人总统办公室出去 接管 莫斯科集团的 索比亚林 这个行动相当于什么 封城秀吉 让他的养子继承小早船家的家业 于是他就变成小早船秀吉 控制莫斯科帮 论资源由波波夫和卢子科夫多年经营 资源跟圣比德堡集团相去无几的大帮派 为什么英王陛下的太子叫威尔斯亲王 就是当年英格兰还没有跟苏格兰和爱尔兰联盟 只有英格兰的时候 国内最大的敌人是 罗马不列颠遗产 亚瑟王集团集成人 威尔斯的酋长和亲王 英王的太子如果不当威尔斯亲王的话 其事不定 所以 比普京本人既然是圣比德堡帮出来的人 那么他的太子 就必须当莫斯科帮的继承人 就像是封城秀吉的大神要当小岛参加继承人 英国的王子要当威尔斯继承人 当了威尔斯继承人一样 索比亚林当了莫斯科帮的继承人 莫斯科帮和圣比德堡帮的资源都要为新朝服务 这样新朝才能稳定 如果新太子也是圣比德堡帮出来的人 莫斯科帮处在反对党的位置 那么新朝立刻陷入党争当中 新沙皇的作为已经做不稳 第一号继承人 索比亚林 但索比亚林他老人家有一个致命弱点 他没有参加2014年的克里米亚行动 参加克里米亚行动基本上是全国一致表忠心 谁不表忠心谁就是叛逆 但是他没有参加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将来的组合派投降派可以像推举美德美杰弗一样 推举他出来当沙皇 割地求和对他要说是没有负担的 在西方看来他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人物 他可以牺牲克里米亚向西方议和的 这一点就很要命 这是他最大的热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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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